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11月4日 今天是美國大選日 現在大部分的州份也在進行點票 目前開出來的票去看 其實之前預期也大部分符合 在整體投票率裡面 拜登是領先的 這跟之前的民調顯示也是接近 因為民調早過幾月 本身拜登遙遙領先 但是最近這幾個星期 由於拜登父子 尤其是亨特拜登的一些負面新聞 浮現之後 民調一直收窄了 現在這麼看 大概拜登在整體投票 會贏特朗普大概1-2% 但是在關鍵州份 拜登卻未必能夠勝出 現在這麼看來 特朗普似乎是優勢 譬如說一些搖擺州份裡面 北卡羅來納州 賓夕凡尼亞州 這些特朗普有明顯的優勢 至於搖擺州份裡面的 阿里桑拿州 似乎民主黨能夠關鍵地拿下了阿里桑拿州 因為阿里桑拿州傳統是軍事重鎮 而且地理位置是共和黨的票倉 但是今次民主黨能夠翻盤 這與近年人口的遷移 一些新移民的湧入也有關係 至於共和黨的票倉德州 德州的票數非常多 歷來也是共和黨的重鎮 布殊父子在經營非常長的時間 今次選舉裡面 本身德州是民主黨的拜登有領先優勢的 但是當是數票數到後期 尤其是數到鄉郊地區的時期 特朗普就能夠反勝了 這會成為特朗普如果一旦勝出的話 其中一個非常關鍵的地方 至於佛羅里達州 特朗普似乎有微微的領先 雙方在咬緊是非常厲害的 當然關鍵就是要看賓州 賓夕凡尼亞州 上一屆是特朗普拿下了的 但是之前的奧巴馬在這裡 也有非常深厚的根基 萬一民主黨今次輸的話 其中賓州必然成為了一個關鍵的轉捩點 當然還有選舉裡面有非常多的未知之數 就是郵寄選票的問題 尤其是在大選日之後 才送到選舉中心的郵寄選票 大家估計郵寄選票裡面 拜登可能會有領先優勢 因為民主黨人 比起共和黨人更加害怕新冠肺炎 所以他們會選擇用郵寄選票去寄出他們的投票 這個也很可能 會歷史性地左右了美國大選的結局 不過這個似乎是我所觀察以來的美國大選 是最分裂的一次 上一次的大分裂就是喬治布殊的年代 喬治布殊的年代 當時到底出兵阿富汗和伊拉克這個問題 在國內有非常大的爭議 再對上一次的大撕裂 就應該是越戰時期了 在喬治布殊的年代 在美國的私家車差不多格格都掛上了國旗 但是國內仍然有很多反戰的分子 所以上一次的大撕裂 是非常厲害的 今次的大撕裂也是很厲害的 因為在上一屆的總統大選 川普贏了希拉里之後 美國掀起了一段 He is not my president 的運動 加州獨立的聲音 非常刺熱 所以預期今屆 無論是川普連任 還是拜登反敗為勝 預計美國國內的撕裂 也不會這麼容易告一段落 這樣就衍生了一個問題 有很多小粉紅會走出來說 他說看看美國的選舉多混亂 歐洲 美國抗疫非常失敗 最近美國的史丹福大學做了一個研究 但是在川普 在對上兩個星期所舉行的競選大會造勢運動裡面 已經會造成超過3萬的美國人確診 其中會導致到700人死亡 民主體制 導致到現在歐美徹底衰落 而美國國內的大撕裂 看到突顯了我們中國 中國集中精力辦大事 社會多和諧 經濟多快能夠安頓起來 中國今年面對著封城 面對著水災 面對著各種挑戰 現在在10月份 十一黃金州裡面看到中國人流處處 喜喜揚揚 歲月正好的好處 小粉紅就會如是說 這裡會衍生兩個討論 第一個討論到底歐美這些所謂的亂 是不是真正的亂呢? 而中國所謂的穩定 是不是真正的穩定呢? 這個其實就是背後一個很簡單的思維 就是人質還是法治 人類用了幾千年的時間 由人質轉移到今天我們法治的社會 我們就是相信制度 不相信人 我們相信人必然是邪惡的 有權力的必然會腐化的 有能力的就會去尋租的 所以我們就會用選舉制度 新聞自由 公共權力 去限制權力的無限放大 權力就好像一頭猛獸一樣 要將它混在籠裡面 這就是法治精神一個核心的理念 所以你看看歐美社會他們很多亂 但是 關乎過去百多年歷史 尤其是在美國南北戰爭以後 到了21世紀的歷史 你看到它是國內所謂亂 都是一些地方的爭拗 甚至乎地方的暴動 好像今年出現了大規模的暴動 但是這些暴動是亂中有罪的 這些暴動不會導致 不會導致地方民眾揭槓起義 不會導致革命年年 這種亂中有罪 就是 似乎就是民主制度所找到一個 equilibrium 均衡點了 相反今天小粉紅的思維 仍然停留在中國歷史兩千年來的循環 就是自亂興衰 自亂興衰就是任何一個朝代難以避免的格局 即使有時候會遇到一些民主 民主就會中興 中興幾十年後又會陷入自亂興衰的格局 因為在人治的制度就會有大治和大亂 遇到明君 遇到一個好的領導人 社會就走進去治 但是遇到一些壞的領導人 社會就走進去亂 遇到好的領導人 強主就輕了 遇到暗主、弱主就會壞了 中國2000年來都走不開這種治亂興衰的格局 就以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 建立之後很快就治了 只有三幾年而已 就是49年至52年的時期 白費待興 白費待興 抗日戰爭打了8年 內戰又打了4年 突然間太平了 所以在49至52年就有一段時間安定了 但是不久之後 毛澤東要搞大量的運動 譬如說鬥地主 反右運動 引蛇出動 大躍進 三面紅旗 後來導致文化大革命 這個社會就亂了 到了鄧小平的時代 鄧小平收復了四人幫的亂局之後 社會就走進去改革開放 改革開放又穩定了一輪 這個叫做小平中興 其實今天小粉紅所享受的格局 就是受惠於所謂鄧小平的中興 但是遇到現在習近平 似乎要一反鄧小平中興以來的一個留下來的遺產 要走回毛澤東 甚至乎馬克思列寧的舊路 要勿忘初心 所以其實中國人又是走來走去都是自亂興衰的格局 美國大選這次之後 相信社會撕裂還會持續 甚至乎地方的蘇聯也未必能夠完全避免 但是 美國社會不會走向像中國一樣 大躍進 一死就死幾千萬人 文革一受災就受災數以億人 歐美社會這些民主發展 他只會有局部性的混亂 譬如說法國的黃背心運動 這兩年來此起彼落 但是不會爆發出新一次的法國大革命 相反 在高度集中的政權 譬如說之前北非大部分動亂國家 穆巴拉克所管的埃及 卡達菲 所管的利比亞 人治一旦破產 就會社會有徹底撕裂 社會徹底撕裂就會導致內戰 今天 敘利亞內戰仍然不斷 其中就是因為威權統治過分集中帶來的後果 再加上中國和俄羅斯 在聯合國多次否決或者棄權 關於制裁敘利亞軍政府的一些議案 導致今天敘利亞的問題仍然未能夠解決 所以在民主政制 它只會有小亂 而能夠盡量避免大亂 這一點已經用了百多年的歷史 引證了出來 除了希特拉這些危險分子之外 利用著當時二次世界大戰前 一個德國政局的契機 破壞民主制度 變成一個獨裁的統治者以外 真正的民主政體在過去一百年 相對來說比較穩定 行之有效 當然還有很多次民主國家 它表面上有民主制度 實際上正在行獨裁 譬如說今天的俄羅斯 這些也難以避免大治大亂的格局 而過去二十幾年 有很多發生顏色革命的國家 他們就是這些所謂的次民主國家 擺著民主的旗號 實際上正在做獨裁專政的事情 譬如說前幾年 革命的烏克蘭 就是這種情況 所以今天小粉紅面對著改革開放的紅利 經濟發展起來 生活大大改善 他們就以為中國已經找到他們自己發展的道路 殊不知 其實也是走進了二千年來 自亂興衰的人質格局 但是他們卻妄談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 以為中國已經有他們的優勝 以為中國有他們制度的優越性 其實卻陷入中國封建王朝的一個思想循環在裡面 這一點實在是令人覺得可笑的 最後 美國大選的結局如何呢? 正如我之前所說過 民主的選舉都是兩害取其輕的 因為民主的設計是假定人性本惡的 候選人也一定有很多不足 一定有很多錯誤在裡面 我們必須要認識了解這種思想 先能夠避免陷入人質以為領導人 是偉大光明和公正的 如果不能夠走出這種思潮 中國永遠世世代代 還是陷入了自亂興衰的循環裡面 今天的簡短分析就到這裡 請大家繼續支持我的Patreon 美國選舉後 我將會進行一個全面系統的分析 Patreon的會員可以優先聽到 好 請大家subscribe、like、share 多謝大家 拜拜